韓國瑜那麼曾經多次的說 台灣的媒體90%以上都在黑函 然後說呢 那麼是民進黨蔡英文他們幹的 然後呢也說現在這個叫黑函產業鏈 但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在討論你們家的事 包括現在我們在討論新莊王小姐 跟韓國瑜同商務考察的事情 那麼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們說不清楚 你們不敢面對現實 不敢出來說清楚 你們試圖三言兩語 就想把這件事情打發掉 同樣的事情也一樣發生在 你們的雲林谷坑豪宅違建農舍事件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南港台肥的豪宅事件 都是這樣 你們永遠不在第一時間 把這個事情說清楚講明白 如果是我的話 我的處理方式應該是在第一時間 立刻把相關的人等找出來 那麼黃文才也好 還是這個閨蜜 高美男的先生也好 還是當時是不是跟這個韓國瑜呢 在一起出訪中國還是什麼地方的時候呢 一起睡同房的室友也好 一起出來說清楚就明白不就好了嗎 你們卻用一句說這是商務考察就把他帶過去了 甚至於還說同一家飯店不一定是同一個房間嘛對不對 越瞄越黑啊 為什麼因為很簡單 王潛秋身為韓國瑜競選總部總發言人呢 他竟然說漱口杯真的漱過吐掉就好 完全不必放在心上 韓國瑜也曾經要出來選舉的時候呢 他曾經說過他年輕的時候 花天酒地找不到新的方向 到今天要選總統春十天 今天是2020年的元旦 我們都不知道他在哪裡花天 如何酒地 如何找不到新的方向 不是嗎 他承認自己曾經走過那一段 人啊 新鮮打過有時候腳步打差 誰人沒有啊 可問題是那你做過什麼 走過什麼 你要做一個交代 因為很簡單 你現在要選是中華民國台灣的總統 你如果要選民意代表 可能就沒有人理你 你自己本身私生活私德啊 這個不是韓國瑜 在最後一次辯論的時候 你這個蘋果日報 把他說是很沒有水準 說他看的是大海 人家說的是漱口杯啊 酒不要說漱口杯吐掉 酒杯喝多了也會去吐 你知道嗎 吐了以後呢 你不要以為就結束了 你一樣會丟來胸啊 一樣會不舒服啊 那麼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身為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候選人啊 你照理來講 應該說清楚講明白 我剛剛已經說很清楚了 你到底跟新莊王小姐呢 去考察的時候 團進團出我知道啊 那你就要把自己的瓜田裡下 切割的清清楚楚嘛 我的室友就是誰 我的室友黃文才嘛 我的室友高美人老公嘛 我的室友是誰嘛 你們這樣子其實是用這種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不就好了嗎 然後我去了以後為了目的什麼嘛 現在知道了好像有五六次這麼多嘛 商務考察是LED嗎 不對啊 我記得我對這一件應該是八卦 卻跟國政策上關係的 因為他要選總統啊 我印象很深刻 不是說那個LED是一場騙局嗎 不是說連那個LED公司叫什麼名字 都不知道嗎 那請問你到中國考察什麼東西 還是考察那麼帶著王小姐 因為要一起做LED的生意 到中國去考察果菜要如何行銷中國嗎 為什麼這樣講 他韓國瑜進了香港中聯辦 是一國兩制太上皇 他也說是為了替高雄找這個農產品的 這個等於說出口的可能性啊 你都可以這樣講呢 那你為什麼不能這樣光明正大的 站出來講嗎 這不是一件八卦 我說過 那麼總統的候選人沒有私人的事情 沒有漱口碑 總統就是像大海一樣 必須接受社會各界的檢視 不要說用放大鏡 是用顯微鏡 你必須無懈可擊啊 那麼就算你做過 那你也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到底是怎麼回事嘛 那至於王潛秋所說的話 我不相信 他說這個有關於跟加分解 根本沒有不愉快嘛 對不對 然後呢不對啊 那如果王潛秋身為韓辦的總發言人 他說的是對的 他說加分解沒有任何不愉快嘛 說121前一天夫妻兩個人 李加分跟韓國瑜還在這個高雄嘛 都沒有看不出任何的不愉快 那請問李加分為什麼 這一兩個禮拜悶悶不樂 如果用一個字形容 2020年的元旦 就是悶 配上他前面的什麼亂啊 什麼翻啊一大堆 就悶嘛 我們從來沒有在韓國瑜選市長到現在 看過李加分悶成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悶悶不樂 然後呢到海外去苦中作樂 他就是藏不住他的情緒嘛 那你韓國瑜自己為什麼在這個上綜藝節目的時候說 心裡面就是有疙瘩 你自己說的嘛 沒有事情 我們為什麼會有疙瘩呢 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你還說韓國瑜李加分韓冰 因為這樣各瘦了四公斤 如果行得證做了紙我幹嘛要瘦四公斤啊對不對 所以這一切跟你他們所講的跟你花言人所說的完全是兩回事 所以才起人移動嘛 我個人不以這個等於說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父 我個人認為韓國瑜跟他進辦可能說的是真的啊 人家只是去商務考察 不過我們要知道是什麼商務考察嘛 人家可能團進團出真的是團進的那個飯店 沒有錯啊 然後可能也沒有這個住同一個房間 這我都贊成啊 其實啊 在台灣的很多案例 我不是用影射的方式 我只是說在台灣的很多的案例啦 也曾經法官曾經判決過 就算是同一個房間 睡在同一個床上 該棉被存聊天一樣無罪啦 你知道嗎 所以呢 但是 瓜田裡下 男女之嫌 又之前牽著到六百萬 說不清楚講不明白 那到底一個常常要跟新中王小姐 掉頭算吹吉 那麼他的女兒韓冰說 爸爸很窮穿破衣服的韓國瑜 準總統復選人 到底他是怎麼賣股票 馬上籌出三百萬也好 六百萬也好 那現在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 本來應該來參加節目 替他辯解的韓辦發言人 竟然在我們節目播出前半小時喊咖 你知道嗎 你來辯解也好啊 你來辯解 如果按照其他辯解人的方式 黃子澤就可以講到 民進黨版人啊啦啦啦啦啦 然後呢 你也可以像正式委一樣 就跟你玩家 要入胡文綺來的話 也可以提一百多年前的黃花鋼 七十二臉事 也蠻好的 你來了以後呢 你都不 你來了以後至少可以花言的機會說 這就是純商務考察 這是私人呢 合法 合情 合理 啊 你就這樣突然間 棄而不來 把戰場整個發揮掉 不過我也覺得這些發言人蠻可憐蠻可憐的 因為從之前的豪宅講不清楚 一直到現在六百萬到底怎麼樣 我都懷疑他們知道了會不會比我們知道的一樣多 還是比我們知道還少你知道嗎 所以任何一個男女任何一個政治人物誠實面對就好 你如果這件事情坦荡荡沒有任何的不規矩也沒有任何 對不起你的家人跟國人的地方 你就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不過我現在比較擔心佳芬姐 她歷經了這個幾個禮拜以來 心裡好像經過澳洲回來應該平復了一點嘛 那麼現在我不知道那六百萬 她所講的跟黃文才所講的 跟新專王小姐所講的都不一樣 那我現在更擔心 那麼這個一起出國這個事情 佳芬姐有沒有同行 如果有同行 夫妻兩個人自然就睡同一個房間嘛 那就根本沒有這回事 就控告 直接控告 這樣就好了嘛對不對 沒有這個問題嘛 那如果沒有報備 事先沒講清楚 現在又不小心 又讓佳芬姐知道 我真的很擔心 很擔心依佳芬姐這樣勤苦持家 30幾年來生了三跟她一起 生了三個小孩子 養了12年沒有工作失業的男人 我覺得佳芬姐會不會 因為這樣子受到太大的打擊啊 我以為各位可以來自發脱了